根据BlogJoy的报道,一位TikTokare近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将加拿大和墨西哥、欧洲和菲律宾的食品价格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加拿大的价格非常疯狂 这位博主特别提到 一包President's Choice的瑞士奶露片在加拿大要价20加元 而一包Dunkarus的零食的价格接近10加元 他还对4折Ultimate Lithium的锂电池近30加元的价格表示震惊 开玩笑话你相当于给了每节电池最低工资 他最后表示加拿大普通人已经买不起Bagels 对此表示同情 这段视频在TikTok上风传 引发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位博主的名叫RJ Abasolo 他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菲律宾裔 他说他在视频中的食品价格 都是他在网上或者超市中见到的 他觉得很不合理 他说他的目的是想在网上分享他的观察 同时是想引起人家的关注 他说他知道加拿大的生活成本是高 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食品价格要那么贵 他说他希望政府可以做些事 帮助低收入的人士 减轻他们的负担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加拿大的食品集货价格上涨了4.4% 远高于通胀率的2.2% 这个现象受到了供应链问题 气候变化 能源成本和货币汇率的影响 这个问题对于低收入的人士的影响尤其严重 令他们的生活质素和健康受到威胁 加拿大政府说 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加拿大人的福祉 同时是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他们说 他们会继续推出更多的措施 以应对加拿大人的不同的需求和挑战 根据Delhiive的报道 本田因为前排乘客汽囊传感器 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在加拿大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召回 涉及近67,000辆车 包括多款本田同页约车型 这个问题源于前排乘客 在以重量传感器的印刷电路中的电容器 可能会开裂和导致纳部短路 如果发生碰撞 汽囊可能会意外触发 增加受伤的风险 本田已经通知了经销商 并将于3月开始通知车主 提醒他们 注意SRS警示灯 并于警示灯量起时 将车辆送至授权经销商检查 自费修理的车主 可能有资格获得赔偿 车主可以通过官方网站 或电话查询召回维修的讯息 本田说 这些车型中只有约1%的车 有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未收到任何因为这个问题 而导致的伤亡或者索赔的报告 本田说 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供应商的制造工厂发生了 自然灾害 令他们要用替代的材料 但这些材料未经过足够的验证 这些材料可能会对印刷电路板施加额外的压力 令电容器开裂和短路 本田呼吁所有受影响的车主要诚实申报 遵守法律规定 同时保护他们的财产 本田说 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车主的安全和利益 同时是尊重车主的隐私和权利 本田说 他们会尽快地提供零部件的供应 并尽力地减少召回的不便 根据CTV News的报道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同创新 科学及工业部长张鹏飞近日宣布 作为加国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将进一步提供租金支持给低收入租户 并努力降低食品集货价格 政府将向加国住房福利金追加 以支持低收入租户减轻租金负担 除此之外 加国政府还将加倍资助加国非盈利消费者 同志愿组织 以调查和打击超市的不公平定价行为 政府亦提供一亿家园的紧急冬季资金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更多庇护空间 这些措施旨在为加国人创建一个更公平 更可负担的生活环境 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加国的生活成本危机 尤其是住房和食物的费用 加国的住房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令很多人无法负担 加国的食物集货价格 也有上升的趋势 受到供应链问题 气候变化和通胀的影响 这些问题对于低收入人士的影响尤其严重 令他们的生活质素和健康受到威胁 加国政府说 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加国人的福祉 同时是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他们说 他们会继续推出更多的措施 以应对加国人的不同的需求和挑战 根据CTV News的报道 加拿大国际学生面临教育 住房和食物三大基本需求的挑战 学生倡导者Gary Malik分享 缺乏这些基本需求会令学生 失去黎家国的兴趣和信心 每年九月 成千上万的国际学生黎家 寻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 但很多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很多学生住在不安全的住房里面 依赖食物银行 同且难以找到工作 高昂的学费 住房和食物成本令很多人的美好期望破灭 来自菲律宾的刘学生表示 高昂的生活成本令他几乎无法储蓄 他同家人住在地下室 同其他家庭共享空间 同且没有健康保险 住房危机都是学生面临的一大问题 尤其是在寻找学校附近的住所时 加拿大的住房短缺和外国房地产 购买禁令令一些学生 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 2022年加拿大有超过63万的国际学生 占全球国际学生的5.7% 国际学生为加拿大的经济贡献超过220亿家园 并创造了17万个工作机会 加拿大政府亦视国际学生为潜在的移民人才 并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 以鼓励他们留在加拿大 但是国际学生的生活质素和福利 却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支援 根据一项调查 有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表示 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不好 他们面对的困难包括 学习压力 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 社交孤立 经济困难 劳动剥削 歧视和偏见等等 学生侦导者 呼吁加拿大政府和教育机构 要加强对国际学生的关注和帮助 改善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他们建议的措施包括 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财政援助 提供更多的就业指导和机会 提供更多的语言和文化支持 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务 提供更多的住房选择和保障 提供更多的移民途径和资讯等等 根据灰北黑省专业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最新发布的数据 2024年1月 大蒙特利尔地区的住宅销售量达到2077套 较去年同期增长18% 尽管交易量低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平 但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预示着市场有利好 蒙特利尔南岸以36%的增长率令跑 单户住宅和公寓销量分别增长22%和15% 所有房产类型的中位价格 军情上升趋势 但市场恢复仍面临经济放缓等阻力 活跃挂牌量同比增长16% 显示市场供应增加 灰北黑省专业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的主席说 蒙特利尔的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底 开始出现回暖迹象 而2024年1月的数据证实了这个趋势 他说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调 加上疫情的缓和 令更多的买家重返市场 尤其是在蒙特利尔南岸的郊区 他说蒙特利尔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潜力 但要视乎经济的复苏速度 和政府的政策调整 根据灰北黑省专业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 2024年1月 大蒙特利尔地区的单户住宅 销售量为1032套 增长9% 公寓销售量为911套 增长28% 联牌屋销售量为134套 增长33% 单户住宅的中位价格为55万元 增长17% 公寓的中位价格为35万元 增长14% 联牌屋的中位价格为45万元 增长13% 活跃挂牌量为7,849套 增长16% 月度销售与挂牌比率为26.5% 较去年同期的25.9% 有所提高 在绝会中发行的 中文字幕称转发行的 中文字幕称转发行的